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整个巴拿马 包括巴拿马运河以东的地匣部分 通常仅包含在北美和中美洲国家之间 几乎整个南美洲大陆都位于南美洲板块 南美洲拥有世界上最高的不间断瀑布 委内瑞拉的天使瀑布 贵亚纳最高的单低瀑布 体积最大的河流 亚马逊河 最长的山脉 安地斯山脉 最高的山峰是阿空加瓜 海拔6962米霍 地球上最干燥的飞极地 阿塔卡玛沙漠 地球上最潮湿的地方 哥伦比亚的洛佩斯德米凯 最大的雨林 亚马逊雨林 最高的首都 波利维亚拉巴斯 世界上最高的商业通行湖 德卡卡湖 并且不包括南极州的研究站 世界上最南端的永久居住社区智利波多罗 南美洲的主要矿产资源是金 银 铜 铁矿石 锡和石油 在南美洲发现的这些资源为其国家带来了高收入 特别是在战争时期或其他工业化国家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 然而 集中生产一种主要出口商品往往阻碍了多元化经济的发展 国际市场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在历史上 曾导致南美洲各州经济出现重大高点和低点 经常导致极端的政治不稳定 这导致人们努力使生产多样化 以摆脱专注于一种主要出口的经济体 对不起 如果你喜欢南美 请发表评论 继续 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 占地面积略小于该大陆的一半 人口约占该大陆的一半 其余国家和地区分为四个次区域 安地斯国家 加勒比南美洲 龟亚纳和南锥体 委内瑞拉的洛斯罗克斯群岛令人惊叹 在地理上 南美洲还包括一些附近的岛屿 荷兰ABC群岛 特利尼达和多巴戈群岛 新埃斯巴达州和委内瑞拉的联邦属地位于南美洲大陆 有时被认为是该大陆的一部分 在地缘政治上 加勒比地区的所有岛屿国家和地区 通常都被归类为北美的一个次区域 相比之下 阿维斯岛和圣安德烈斯群岛 普罗维登西亚群岛和圣卡塔利纳群岛 在政治上属于南美国家 但在地理上属于北美洲 其他经常与南美洲地缘政治相关的岛屿 是齐洛埃群岛和鲁宾逊漂流岛 复活节岛 加拉帕哥斯群岛和火地岛 在大西洋 巴西管理着费尔南多德诺罗尼亚 特林达德和马蒂姆瓦兹 以及圣彼得和圣保罗群岛 而福克兰群岛 南乔治亚岛和南桑威奇群岛 则作为两个英国海外领土 在英国王室下进行管理 其阿根廷对这些岛屿的主权存在争议 就这样 谢谢收听 请订阅最好的地图 和南美洲的爱 再见 请订阅最好的地图 感谢观看